大作專劃與臺丹立法院心意 財政團務的黨主黨 謝金豪就說 在臉書也有很多 驚訝說是它的詐騙功果 所以有慶定大作專劃 我們也強調 重點是政府的一頻率 如果在新北市的帆球 也有比海林有夠客的臉書 駕導出詐騙 警察才吃進 被這個受害的葫蘆 感到喬喬呼喬 有一個金頭母的女人自然 說要面膏拿錢 健康世界保衛代步 小姐 你看要不要先 先我去我們探索一下 這位新年代嫌犯 只剩下十九戶 試驗做照片集團的搶手 如果那天在高潮尾 感光的農業共犯 在桌布也不贏了 警方調查發現 比海林是在FB看到導資的功果 就是說有十人台內操作股票 一個月那裡能超過三十% 就信號導資一百三十万 看到有賺錢 就是要給錢領錢 不過對方一直給他擋 早期的案件一直發生 行政議在你找到的決定 打給雜片轉換 加大打擊的力量 不過在信團媒體當時 有審議獎獲獎不滿 他說在FB上 也是之前一大堆 竟然沒有他成分的雜片功果 他作為網路雜片 最大的受害者之下 說雜片的情形實在是太嚴重了 這都是政府沒有作為所造成的 這個是政府帶動的這個值錢的一個現象 我一直呼籲就是說 今天一定要強制 不管LINE或是FB或Youtube 你在接受這首廣告的時候 你知道廣告委託的人是誰 他同時提供丈夫 如果有有詐騙行為 那你一定要付連帶退黨責任 除了有有名的人 信份比沒行 在社群媒體上 現在最近有這麼多批大文 說到自己比雜片的經過 說雜片的亂象真多 不過這些大文內容都差不多 是真的還是假 現在大家在討論 在現在大局司法 將會幾位關注未來的業者 社群保護是去競爭的態度 不過它強調 重點是在政府的接用力 也建議 像FB在在勘工後的時候 要採取審命定義 做好諷刺和大局照片的連播 記者綜合部讀